生病了啊 上吐下泻了 现在他刚刚稍微有点精神 躺了一天 但是这个下午也睡不着了 在那看手机 看电视剧 然后看到很多关于这个东宇慧的消息 关于宇慧通行的消息 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张宇娅们今天 还是应该昂气头来走路的一天 该怎么嘚瑟怎么嘚瑟 先是宇慧通行 粉丝突破了1800万 然后是东宇慧个人账号的 粉丝突破了2500万 再呢就是 除了昨天6000多万粉丝的新华社 昨天直播了宇慧的这个访谈 今天他们还在直播 还在播这个访谈 然后还放了一些很多的切片 那今天啊 人民日报 一亿多粉丝的人民日报 也开始和宇慧共同 发了一个关于世界读书日的视频 宇慧再次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读书这件事情 他的心得 他说从小在家里面 书很珍贵 很多东西都会丢掉 但是书什么都丢掉 每年都要把它擦拭去尘土 让它好好地放起来 就像是以前古时候 可能大家读书都不太容易 所以对这个读书都极为珍惜 然后他说从读书中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包括怎么好好的度过这一生 包括怎么跟人相处 包括怎么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那书分很多种 那比如说文学类的 就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价值观上面的传达 让大家了解更多的 关于善良 关于美好 等等的这些的东西 然后你像历史书 以人为敬 可以正义观 以事为敬 可以置心体 我们多读历史书 可以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 来了解我们当代的生活 那比如还有科技类的书 就像是昨天晚上和吴君老师做的访谈 聊到了人工智能 聊到了历史变迁 聊到了电商转型 聊到了直播带货 等等等等 可以在书籍提供给我们的浩瀚大爱里面 任意的遨游 吸收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当你觉得生活压力太大的时候 书可以提供给你一个避风港 提供给你一个自己的世界 所以书中不光有言如语 书中不光有黄金屋 书中还有我们的精神家园 东宇辉这件事情 现在的影响力 不仅是影响力最广 而且是影响力级别最高 在今天这个世界读书日 国家级的媒体 一亿多粉丝的人民日报 六千万多粉丝的新华社 四千多万粉丝的新华每日电讯 都在用东宇辉作为他们推广世界读书的代言人 所以这还不值得我们高兴 全民读书 回归理性 回归知识 回归常识 我觉得这是一件善莫大言的 最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而东宇辉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一件 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网红 并不只是一个主播 他是一个趋势制造者 他是一个价值观的传递者 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和他的表达能力 和他的共情力 让很多很多的人重新理解了阅读之美 重新拿起了纸质书籍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价值 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 所以今天各位丈母娘们 你们该嘚瑟就嘚瑟 虽然我有点嘚瑟不懂 但是我支持你们到处嘚瑟 不要怕雨晖飘 他不会飘 他跟在泥土里面 但是他可以不飘 丈母娘们该飘 一定要飘 已经在人民日报的新媒体上面 做专访了 做专题了 做世界读书日的代言人了 还不飘吗 赶紧飘 然后今天他们应该就已经去河南了 明天开始彩排 然后雨晖同行 有了1800万粉丝 还有了赞助商 有了几乎汽车 有了OPPO手机 以后他们的对外的商业活动 应该自己出钱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 赞助商会分支塌了 什么叫越来越好 这就叫越来越好 哎呀 生命好难受 但是看到这些消息 还是忍不住要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 真的好开心 我还欠你们一个冬雨会访谈吴军的复盘 这个吴军老师表达能力太强了 信息量太大 我看了他的切片 我都知犯迷糊 这个复盘不好做 等我精神好一点 一定补上 谢谢大家